大家有沒有聽過永續債呢? 長江基建永續債 票面利率5.875厘 屬於投資級別 值得投資者留意 長江基建是長江集團旗下的公司 沒有公司長和持有長江基建大約7.6%的股權 長江基建主力發展基建及能源相關的業務 業務遍佈世界各地 當中以英國市場為主 2019上半年 長江基建營業收入為181億港元 受外匯影響順利為59億元 與去年同期持平 長江基建海外收購業務 大部分為公共事業 受政府規管 亦屬於合約營運性質 業務遍佈在經濟發展成熟的地區 所以收入來源相當穩定 業務發展整體平穩 除此之外 長江基建的信貸質素良好 財務狀況穩健 2019上半年 政府債比率是15% 反映財政狀況非常健康 長江基建的信貸評級 維持在標準普爾A加的水平 而長江基建永續債的信貸評級 則維持在標準普爾BBB加 亦屬於投資級別 反映投資風險相對較低 雖而永續債不設到期日 但一般設有屬回條款 債券發行人可於一定時間後 向債券持有人屬回債券 長江基建永續債第一個屬回日期 是2021年3月1日 屬回價格是100美元 相對應的正屬回收益率是3%左右 考慮到長江基建過去屬回永續債的紀錄良好 預計債券發行五年後屬回的機會比較大 想了解更多 可以上FSM.hk FSM 助你衛視全球 投資自負